Hello大家好,我是老庄 官方终于发布了新PV 三个植物的真面目也出来了 我们一边看看PV 一边来讲解一下其中的彩蛋 开篇就是放烟花 然后下方两个植物 一个松果,一个磨烟甜菜 两个装扮 或许都是新年装扮 后期可能会上线哦 好,新植物登场了 他在睡觉 哇哦,是个睡美人啊 好的,新植物 豌豆药剂师 没错,他手上拿的是 药师的瓶子嘛 好,家伙,我大概懂了 他呀,会丢这个药瓶子 打到僵尸,会让它们变成豌豆 豌豆是随机的哦 如果变成原属豌豆 那岂不是那一滋滋 有点类似女巫变小蘑菇的感觉 注意看 他对的瓶子啊 有绿色,蓝色,紫色 有什么效果 还不知道啊 一个全明星转场 过来就是长枪球篮登场 拿一把长枪 非常威武啊 我猜测啊 可能是近战加远程 近战就是拿枪搓僵尸 远程就是会发射这个 长枪子弹 目前猜测是怎样 第三个,鸭轴双生兔 啊,居然是从土地里钻出来 你是土地公公吗 总之我很喜欢这个植物啊 很可爱 形态类似花生射手 而且还真的带两个壳 可以总结一下 豌豆药气师就是豌豆花 球篮就是球篮 双生兔好像是多肉植物 不过前面两个植物 都展示了攻击形式 兔子并没有啊 这里又展示了三个装扮 雷龙草的耳机 小鬼离的一个应该是灵符 魔鹰甜菜的围巾 撒钱的树桩僵尸 这个有点意思啊 不知道会有什么新玩法 哇塞,好家伙 大年兽啊 难道要打年兽BOSS不成 真的很期待 到此就结束 最后从头到尾 看一遍吧 好吧 咳咳咳咳咳咳唷 好家伙手 好家伙手 3 3 8 7 9 11 13 13 15 16 Ooooh разв... i're coming